好了,我們繼續回來介紹約百記 這裡有另一個power point 也是講約百記,也是針對主導權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看 這個辯論其實有三次辯論 後面有以利虎的講話和神原味的答案 好了,我們跟著下去 有神作為導演 第一號男主角就是若伯,二號男主角就是以利法 最佳藍配角就是那三個人 有神,有撒旦,有約百他自己,有以利虎 好了,約百記說到有一班仇士的隊長 作者可能就是以利虎 地點就是在烏斯的地方 提要就是有一個聚言 然後有約百和他的朋友 有約百少量的埋怨 然後有一二三段的辯論 然後有歌頌智威和約百最後的話 以利虎可能作為作者 他在後面就寫這個以利虎的話 然後他就解答約百 而最後有一個結尾 以利虎在他敬老、尊嚴、謙信、膽識、勇氣和尊崇慎等方面 都是有一個優良的榜樣 而約百自己在行使首領權 照顧家人和慷慨、好客等等事上 都是一個模範 好了 這裡後面也有些解釋 我再到下面 我看到 這是一個表 就是說到一開始 約百他有多少產業 而去到經歷了這麼多苦難、慘痛之後 他到了最後第四十二章 他的結果就多了加倍 但又不是說人生一定是這樣 只不過他是這樣 好了 公義的理論認定 以下就有幾種 包括三個朋友說公義是立即執行的 加上約百受苦和神公義的 結論就是約百你犯罪 而約百在這個層面說到 其實神說他不公義 而神在這個層面表達其實神自己是公義的 好 也有下面以下的power point 這個power point 就說到有不同的角色 有神和撒旦的對話 然後有約百對幾個人的對話 包括就是老婆 三位朋友 以利戶和神 約百的架構 包括就是約百受到試煉 下面就開始就是約百很沮喪 然後約百就被人勸告他 和辯護 最後就是約百得到清許 好 這些可以給大家去留意 這三位朋友 我覺得這個power point做得好的 就是以利法 意思就是神是精金 神是賜瑜者 那論點就是神傳言正直 人自尋煩惱 好了 比勒達就是真論之子 那他的論點就是神絕對不會不公平的 而所法的意思就是粗魯 那論點就是神賊漢而知道罪孽的 以利活的意思就是 他是我的神 神是好的 那四個人裏面 他對約百的遭難解釋是最合理的 好 繼續下 所以約百的背後就提出一個主權的爭議 那我這裡做一個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比如說Creative的Director 在一個公司裏面或者電影裏面 就有一個叫做創意進 或者是創意總監 那導演也是叫做Director 可以稱之為電影之神 而公司裏面也有總監的 總監就是Ahead 企業裏面也是高級管理層 好了 先講講企業經營權 那在這裡指 企業在經營過程裏面 對企業的財產 投資和其他事項都有它的支配權和管理權 而企業的經營權的實現方式 就是主要包括城堡、租任、公司制等等 但是下面呢 經營自主權就是講到 那個Director他擁有的東西 那根據市場的經濟體系 要求必須建立自主的經營 至負盈規的自主企業的制度 那現代企業的制度 在所有權和經營全分離的基礎上面 企業可以獲得經營的自主權 企業的經營決策一體化 企業由此可以獲得新薪的 所謂的經營自主權 就是指相對於人 即是主要是指的企業 在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基礎上 所擁有的調配使用自己的人力、財力、物力 自行組織生產經營的權利 那這個自主權呢 來自於一個希臘語就是法 或者是自我設置 並且約束自我的法律 那也都稱之為自治權 或者是自缺權的 好了 那在政治上面 那一種政治 或者是自治或者是自主的字 你可以以下這裡看到 那一種政治的理論 就認為國家權力是天經地義的 理所當然為國家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所有 在實質履行權力過程裡面 考慮到效率和便利等等的問題 而中央才將某些權力 轉秀給地方的機構 公民團體或者個人 因為中央的授權 地方的機構和公民的團體 或者個人才能夠有某種自治的權力 中央就是國家權力之源 而其他地方或者個人權力的源頭 都是這裡 如果是政治來看的話 好了 又有君主制 又有皇帝 皇帝就是國家的元首 並且由他的名義 或者實質上的掌控 執掌政府權力的政權組織形成 而君主擔任和政權的掌控 好了 我們再上一級 就是神 創造大地世界 乃至於天空太空宇宙 在一神論宗教裡面 為一神自身就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 可以叫他耶和華 如果是回教 就叫阿拉 也是同一個神 耶和華 在促埃及記說 耶和華是我的名字 直到永遠 原文這裡其實是沒有耶和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就是四個字 是達不到音的 所以要加無音 進行拉丁化 而產生一個專有的名詞 早期聖經翻譯時 直接把副音和原音拼在一起 而出現了耶和華 就是耶和華 耶和華這個名字 和文中提到的 至有永有的字根 是有密切的關係 可以說這個就是 至有永有的意思 就是神自己存在 不依靠任何的東西 存在而存在的 祂是永恆的存在 祂不是被造物 所以 這個耶和華 其實就是創造世界的主權 是這個世界的director 你可以看我剛才說了 有王 有公司等等 有導演 有創作總監 而若白記這裡就提到了 天地海與宅的運作 就代表了創造者是有總監的血力 即是大Veta 好了 作為Game的creator 他如何看這個世界 作為這個世界的creator 或者是做Game的人 和角色之間的主權爭論 就好像神和若白的爭論 遊戲的創作者 在這個電腦外面的世界 即是神就是這個世界的外面 而遊戲的角色 即是若白是由這個創作者 想像或者創造出來的角色 即是說出來就有了 在電腦裏面被創造出來的世界 你看The Sim就會玩到這樣的Game 好了 簡單就解釋了 若白和神之間的關係 就好像Game Creator 和Game的character 裡面之間的關係 好了 接著下去 我們仍然會繼續講若白記 待會再繼續